WELCOME BACK 英文这种趣 各位同学好 我是Alan老师 那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会考重点提醒 那这一次一样 112年 我准备了五个要提醒同学 那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GO 那第一个呢 我们要讲的剧情是 其中知己 我们刚才听到题目说 我其中一个朋友怎么样 我其中两个怎么样 像这种剧情呢 同学要注意 它的公式其实是数字 配上of 再接上名词 好举例 其中一个 就叫one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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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学因为我要讲 其中一个朋友很帅 请问各位你有几个朋友 你一定有很多嘛 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 我就直接说我朋友很帅 所以这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Alan老师要提醒你 这里一定要是什么数 这里一定要是负数哦 所以我的其中一个朋友叫 one of my friends 所以举个例 我其中一个女朋友 one of my girlfriends 你一定要记得加s 好然后再来 你要说其中一个 所以后面的动词啊 我是要跟谁走 我是不是要跟着我讲的数字走 所以我的其中一个朋友很帅 所以她很帅 我其中两个姐姐很丑 所以代表她们两个很丑 所以这题例句是 我其中一个女朋友是 i you 所以是不是在讲那一个女朋友 所以这里的B动词 你要填的是 is 第二个我们要叫的是起始句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叫起始句 同学就是有祈求 拜托 或者是有命令的意思 祈求拜托 或者是有命令之意 站起来 坐下 关灯 关窗户 过来 安静 所以是不是好像我在对你讲话 那要注意的是 所以她是对谁讲话 当我讲起始句的时候 同学我是在对你说话 其实她的主词是you 而通常这个you会省略 通常这个you会省略 所以举个例 有肯定跟否定 那肯定一定是用什么 肯定一定是用原型动词开头 所以我们国中常常听到啊 Stand up sit down open the door close the window 对吧 那有肯定就有否定 那否定是什么 否定就是用这个 Do not 动词开头 或者是这个 never 所以不要讲话 don't talk 或者是例句 never give up 千万不要放弃 尤其是现在会考还剩几天 各位同学要加油 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 arive这个字 同学arive叫到达 通常讲说过到达哪里 那他后面是不是要配界隙词 那界隙词我们都知道 大地方小地方总共两个 那大地方用谁呢 大地方用的是in 那小地方呢 小地方用的是at 那我同学就会说啦 老师要怎么区分大地方跟小地方 其实同学这一条线 Adam老师告诉你 我们以的是城市 city 作为区分 因为例如说台北市以上 城市以上 你就要用in 那如果这个是城市以下 通常会用at 那当然啦 如果你要用小地方 可不可以用in 也可以喔 所以in这个字是通杀的 到普及班 你可以用in 或at 可是到了嘉义词 你只能用in 第四个我要教你的是比较级跟最高级 那同学am老师这边没有要教你什么 去歪加IER 或者是重复字尾加ER 这么简单 这个是你自己要背的 那am老师想教你的是 启动他的解题技巧 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看到zain的时候 不用弹 马上前面要选什么级 没错 比较级 那比较级是不是两个人比 我跟他 我比较帅 他跟你 你比较丑 那这时候呢 这个有一个钥匙叫between between叫两者之间 between叫两者之间 最高级呢 你要记得 是三个人以上比 那有一个字叫amont 这个字叫三者以上之间 所以三个人比 我跟他和你 你最漂亮 我跟我弟跟我妹 我最高 所以三者以上用最高级 那提醒你喔 最高级的前面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字叫了 这很重要 考试选的时候 你可以用消去法 最后一个观念是 重复在英文中出现的名词呢 我们得用什么代替 没错各位 我们得用代名词来代替 所以前面是adent 后面你就要用he 前面是iu 后面你就要用she 对吧 那一样重复出现的动词呢 同学 我们要用的是 助动词代替 在英文中我们常常学到啊 do you love me 你不会说yes I love 我会说yes I do 因为用助动词代替 重复出现的名词喔 那其中要特别小心 像是逼动词的代替呢 一样用逼动词 重复出现的逼动词 我们就逼动词 are you a student yes I am 那呢如果是完成式 特别小心 尤其是在什么附加问句啊 有没有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回答上 如果完成式重复的话呢 我们要丢的是完成式的这个钥匙 have has之类的 ok 那以上是这次的会考考前提名 el老师在这里先祝你金榜提名喔 我们113年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